小龙女被曝音色杀入院 吴启丽现身医院看望 据港媒报道 日前媒体见到警吴启丽警的座 驾停在医院附近 直至下午1时45分左右 吴启丽驾车离开返回住所 他穿着蓝色衫 戴上口罩 手里拿着住院小车子 问道友传闻卓音自杀入院 目前情况如何 他都没有回答 期间多次叹气 他说 唉 真是不好意思吴启丽现身医院 小龙女自杀入院 据港媒 日前吴启丽称小龙女离开乡 港飞往泰国散心 但4月2日突然传出小龙女返港入院的消息 吴启丽也被拍现身医院 手拿住院小车子现身医院 被问道小龙女入院是否因为自杀 目前情况如何 他都没有正面回答 期间还多次叹气赵本山中女儿 一个出门坐私人飞机 一个婚礼设后赵本山有两个女儿 都是掌上明珠 对这两个女儿 赵本山从来都是很舍得砸钱的 其中一个女儿叫赵一涵 从小就住在驾驶 不匪皇宫般的豪宅里 十分奢侈 虽然赵一涵还没有私家车 但他都是乘坐赵 本山二夜私人飞机出行 不过赵一涵凭借爸爸的光环 也很能赚钱做网红直播两小时 挣八十八万 逼赵本山出场费不相上下 而赵本山另一个女儿 赵玉芳是赵本山与前妻所生 出嫁时混车队亮瞎吃瓜群众的眼 十余亮黑色林肯组成新型混车队 庞大豪华的混车队伍 也一度是交通堵塞 赔价金额就高达三百万 婚礼有52桌喜宴 预备洗8桌 每桌有10只宝鱼 高达7000元 GK罗林欲推中国风新作 有意找景田出演女主 据台湾媒体报道 景田因为有相当多的大荧幕作品 而且总是和大咖合作 经常被网友调侃后台很硬 他近日再次被传出 即将有新的大作即将推出 有消息传出 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 GK罗林 GK罗林 为了扩展魔法世界观 于是决定制作一系列名 为编年式的影集作品 并有意找景田出演女主角 根据GK 罗林魔 法世界观百科粉丝团指出 近日有消息称 GK 罗林决定制作一系列名 为编年式的影集作品 首部将会是以中国魔法史 为主题的原创影集 魔法世界编年式 中国 Wisiting World Chronicles China 并且有意找来景田出演女主角 还将会到内地实地取景拍摄 网友愚人节发文 受到超多关注据悉 故事是围绕在景田身上发生 在剧中她将 饰演一个从小在紫禁城内长大的公羽 却发现自己有魔法能力 便逃离皇宫前往中国魔法学校 而踏上魔法之旅 GK罗林在手访时也透露 故事中的学校背景 设定将会在安徽省九华山山顶之上 并将取名为云峰殿术法语武术学校 为了更贴近中华文化 故事当中也将会出现不少奇兽 例如传说中的青龙 朱雀 玄武 白虎 涛铁 九尾狐和七银等等 不少网友在看到该则发文后 纷纷表示非 长期待 也相当兴奋 没想到在看到文莫的消息来源时 才惊觉自己上当了 因为该则消息来源的链接 竟是一张写着麻瓜 看不到这张图片的文字是一图 发文者也在文莫解释 我再次郑重发誓 我绝对不还好意 祝各位云人节快乐 让不少粉丝笑喷赵本山种女儿 一个出门坐私人飞机 一个婚礼社和赵本山有两个女儿 都是掌上明珠 对着两个女儿 赵本山从来都是很舍得砸钱的 其中一个女儿叫赵一涵 从小就住在价值 不匪皇宫般的豪宅里 十分奢侈 虽然赵一涵还没有私家车 但他都是乘坐赵 本山二也私人飞机出行 不过 赵一涵凭借爸爸的光环 也很能赚钱 做网红直播两小时 挣88万 逼赵本山出场费不相上下 而赵本山另一个女儿 赵玉芳 是赵本山与前妻所生 出嫁时混车队 亮瞎吃瓜群众的眼 十余亮黑色林肯 组成新型混车队 庞大豪华的混车队伍 也一度是交通堵塞 赔价金额就高达300万 婚礼有52桌喜宴 预备席8桌 每桌有10只宝鱼 高达7000元 明天都不信心 对付长大豪华的 词兴趣 你能喝了什么 几十多尾 对付长大豪华的 是 を络入 酷得上 声论的